寒鼻,臨床上主要的表現就是大便排出困難 但大便不一定會硬,小便比較清長一些 一般病人會伴隨手足冰冷,平時喜歡喝熱飲多些 暖敷肚子又會舒服些 這種便鼻比較適合長期服用一些芝麻糊、核桃糊 一些保腎、滑腸的食物 亦可以平時用一些癌包暖呼一下我們腹部的神缺穴,即是肚瓷 實臂,臨床上一般的表現,都是大便比較避潔 它有便意,但排出來時會覺得肚子好像頂著頂著,比較障瞞 但又不想吃東西,這種便鼻是因為身體內的氣走得不好 屈折在大腸,而導致 這種便鼻時,我們可以喝一些玫瑰塵皮水 疏光理氣得來又可以通便,又或者下街跑兩個圈 順一順調氣,發洩一下情緒,這樣也會有幫助 虛鼻就會有氣虛和血虛之分 氣虛的便鼻一般就是年紀比較大 它有便意,但又沒有力排出來 大便的時候就會有些汗出,氣短,排完便後就會覺得很累 但大便又不是真的很乾硬,平時個人也有氣無力 和沒什麼動力,這種便鼻平時可以用一些檔心 得其焗水喝,只要夠氣,排便便可以通暢 最後來說就是血虛便鼻,這種便鼻是比較乾淨的 平時容易頭暈眼花,有心跪,面色會比較暗 這種便鼻平時就應該多喝一些四蜜湯 嚴重時可以吃一些芝麻糊,潤腸通便 這樣問題就會慢慢好起來就可以解決了 便鼻不單是一種單一的疾病 亦是很多其他疾病的臨床表現之一 所以我們不可以對她吊耳輕心 如果問題變得嚴重,我們便要及早求醫了